县长林明珍关心中疗乡产业道路 日前特别在县议员廖宜贤及公务处同仁陪同下 前往永福村先锋农路会刊 林县长会参后认为路面损毁将影响农民生计 随即折成公务处尽速改善 给乡民安全回家的路 中疗乡永福村先锋农路有一段路面 约200公尺为土石路段 每日下雨车辆便难以行驶 经过议员请民众成群之后 县长林明珍在议员廖宜贤陪同下 特别前往会看 会看之后林县长认为确实需要改善 将折成公务处铺设PC路面 保障农民生命宰赏安全 因为这县红农路头前后都有空 只有中一尺没有空 所以这中一尺没有空 然后就这么大 这些车要出去了 就没有出去了 也常常要乘搭车来拖起来 所以我们的廖议员和代表都很关心 希望把我们管政府丁情 看到一段时间来这盒200公尺没空 没空来空一空 今天来看这其实比较离空 人家没空 这一尺的路大 这头本身设计都没了 车就没了 浓船运输也会造成非常非常 这条的线红农路 这里的浓船品也非常多 所以館戶蓋住後 比較適合的需要來做 所以我們準備 要贊金50萬來經費 來給它漏面空空 讓農作物的運輸 可以比較方便 議員廖宜賢表示 新豐農路因為年久失修 多處回損 影響農民安全及農作物運輸 感謝縣長答應盡速改善 確保農民生命安全 今天我們館長 真的想要來為農民 建設新豬避用 看到仙豐度 它以前跟這次都沒有空 沒有風潰 所以路可以說很賣 每一方農產品 人家出生的時候 就遇到風 車都不避開 它陰人來用塞 館長也很關心 我們今天來這裡親親 來看到仙豐農路 他說這個有需要改善 一個手就來遷就 希望大家完成 可以來完工 如果經濟 要收的時候 可以順利來採收 公務處表示 中老鄉道路 大多為產業道路 且為當地農民 農產運輸要道 因此修復先鋒農路 不僅讓農民交通更安全 平坦的路面 也減少蔬果在運輸過程中 造成死傷的情形 真是一舉兩得